美女 问你个问题 人最怕屁股上有什么东西啊 嗯 一屁股债 哎呦什么 咋的了 我这有个账算不明呗 你帮我算一下呗 你说 我们去年买车 手里钱不够 找我爸借了十万 找你爸借了十万 加起二十万 我们买车 花了十七万 那二十万减十七万 还剩三万 给我爸一万 给你爸一万 我们手里留了一万 点着搁欠他们九万块 那九万加九万 等于十八万 加上我们手里那一万块 就等于十九万 那剩下那一万去哪呢 嗯 对啊 那一万哪去了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完了姐夫 又咋的小姐 我今天上医院检查 我怀孕了 怀孕了这不好事吗 臭没哭脸干啥呀 臭啥事啊 这点钱花可冤枉了 那冤枉啥呀 花了五百多块钱 还他连是谁都不知道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男女洗澡千万不要干以下几件事 一洗澡的时候先洗身后洗头 二吃完饭后不可以立刻洗澡 三剧烈运动后不要立刻洗澡 四洗澡不可以泡澡太久 或者待水里太久 学会的不要着急滑走 点个爱心 关注一下吧 局长去出差 到了晚上就给他老婆打电话 说了几句之后啊 他老婆就说了 哎呀赶紧早点休息吧 我今天累了 他老公这么一听 就说了 哎 我听着怎么旁边有别人呢 他老婆说 你不是走了吗 我晚上害怕 我就让我闺蜜啊 过来来跟我做伴 说你闺蜜是谁呀 是雨晴 这时候他老婆就说了 哎 老公 你不相信我呀 不相信我 那我就让雨晴接电话 你和他聊几句 这时候 这局长就说了 哎呀 那就睡吧 我相信你 然后啊 就瞅了瞅旁边 熟睡的雨晴 然后就抽了一夜的烟 到了第二天 就住院了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吸烟有害健康 啊 媳妇 啊 你是不是跟隔壁王嫂去洗澡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 你这也太聪明了吧 我聪明啥呀 你咋把隔壁王嫂的小背心拿回来了呢 小口来是干什么的吗 说是用来装钱的吧 它那么小 钱又放不进去 说是来装饰的吧 它又不好看 它到底是用来干啥的呀 想来想去我都想不明白 我想给我老公买一顶帽子 既宽保又时尚的那种 大家说说 买啥颜色的好看呢 评论一下 叔叔叔叔 听我唱首歌 支持一下好吗 脸上我不知 叔叔好 错把了鲜肉当成宝 趁我现在还没了 叔叔带走好不好 好不好呀 叔叔 媳妇 刚才姐夫打电话了 说请你帮个忙 请我帮什么忙 这不姐夫跟姐吗 要孩子要三年了也没有 咱俩二胎都老大了 他俩着急 何解找你帮个忙 那啥 姐夫也不是外人 那就帮呗 行啊 行 我行 装饰姐乐意不 你别想 我姐有啥不乐意的呀 咱借给她钱 她还能不乐意啊 啊借钱呢 啊 这不他俩合计做个试管吗 差三万块钱 合计跟咱们借一下 没有 还有什么 刚才不还说行吗 没有 小姨子 姐夫加一笔念什么 如果你能答对 给你两百块钱 姐夫 姐姐在家吗 不在家 不在家 孩子呢 孩子也不在家 孩子上车了 可是我就想找姐姐 你找他什么事啊 我最近不是处了一个男朋友吗 他人什么都好 就是有点色 这你找他也没用啊 我就是想问问他 他是怎么和一个色狼 过了那么多年的 你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 在外面住一晚上挺美的呗 别给我俩整没用的 有话你就直说 我就想问你一下 手机号有没有重复的 你快给我滚毒的吧 那晚上能有重复的吗 那我昨天打你手机号 怎么一个男的接的呢 你昨天晚上把我内裤洗了干啥呀 今天早上都没干 我上班一着急 我都没穿就去了 没穿没穿呗 咋的了 还咋的了 我刚到工地 开塔料理小姐就告诉我 没穿内裤 他咋知道的呢 我也纳闷了 我以为他在咱家安摄像头了呢 后来我一问他 他说我拉链开了 咱俩聊得也差不多了 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白酒啤酒都行 我一杯就倒 一杯就倒 那我给你喝个啥 喝多了以后我还得送你回家 没事 我家里边没人 没有人 那我给你送回去 还得照顾你 别怕 我醒酒快 我一会就醒 一会就醒 那大半夜 我不得自己一个人回家 你也可以明天早上再走呀 那不行 明天早上走 我还得给你带早餐 早餐我请你 那不行 我请你吃顿饭 你一顿早餐就给我打发了 你还挺会算账 你这样 以后我咋跟你在一起玩 你真是个二百五 你活该找不着对象 嘿 下一步是 请问什么是老公 老公就是到死 也得给媳妇打工 那什么是妻子呢 妻子就是欺负老公 一辈子 男人们呢 也不要生气 也不要有怨言 毕竟 也不是每个男人都有被欺负的命 就现在这个社会呀 有城有房 不算负 有个媳妇欺负 那才是你的福 男人们记住了 媳妇怂你千百遍 你要带媳妇如初恋 我有媳妇我骄傲 我有媳妇我自豪 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三两结婚三个月 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 你认识我几个月 啥月 我认识你几个月 啥月 咱俩结婚几个月 啥月 你跟我几个月 九个月 那不就对了吗 二痴 我向你 你再不就对了 不然 你来 你就 杀了